强势进军鼓勾 于鼎流血首获导演丽鹏 却败在了身材管理 网友李兰迪不应该吃那么多 听说流水条条里的李兰迪又被说胖了 还有人给李兰迪提建议 让他去打针 好让脸部显瘦一点 咱就是说 能不能放过纯天然麻生脸胶原蛋白满满的漂亮妹妹 李兰迪天生就是圆脸 虽然上镜会有些显胖 但她五官方正大气 从古至今就符合中国人审美 不知道观众是不是被白又受尖锥脸荼毒了太久 导致现在女演员脸型稍微偏方圆 饱满一点就嫌弃人家胖 殊不知 像李兰迪这样同兴出身 演技远高于同期年轻女演员的小花蛋 早就该火了 出道15年 归来才25岁 1999年 李兰迪赶在千禧年的前头 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回族家庭 不说看不出来 这么一看 李兰迪的五官长相还真有点少数民族的影子 有人说 能当同兴的人家庭背景肯定不简单 不然哪来的娱乐圈资源 这话偏见就太深了 如果一定要说李兰迪的家庭优势在哪里 可能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她出生在了北京 比其他城市的孩子天生就有了更多见世面的机会吧 李兰迪的家庭其实非常普通 但她从小就对艺术有极大的兴趣 尤其是喜欢表演 她在学校剧团中首次尝试演出时 便赢得了同学和老师们的认可 那个年代的父母已经有了培养孩子的意识 看到李兰迪展现出来的表演天赋 她的父母当激励段就决定把孩子往艺术的道路上引导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表演能力 李兰迪在中学时期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和演出 如果换作其他父母 就算再支持孩子 多少也会在心里嘀咕几句 唯恐发展爱好会影响了正常的学习 但李兰迪的父母却无条件支持她的选择 现在想来其实每个人的人生 每走一步都是被命运筛选的过程 有人输在了生活环境上 有人输在了父母的支持上 有人输在了不够坚持上 天赋也许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但最终能不能成就自我 未来的每一步都跟天赋没有太大的关系 2009年 年仅10岁的李兰迪出演了首部电影《爱你输给了谁》 她的表现让同剧组的前辈们眼前一样 2013年 她继续出演动作片《天机富春山剧图》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相继和孙红雷 邓家家 韩雪 陈建斌 马依黎等知名演合作 拍摄了一部又一部电影和电视剧 还凭借儿童立志电影《少年奇王》 获得最剧前立儿童女演员奖 李兰迪越长越漂亮 在影视作品中的展露头角很快吸引了 以签约气质型女演员为主的唐人影视制作公司 并顺利成为了继孙丽 刘诗诗 古丽娜扎 金晨之后的又一位唐人主力小花旦 唐人对李兰迪也十分看重 把口碑很好的《无星法师》第二季的女主交给他来出演 《无星法师2》不出意外再次大获成功 李兰迪饰演的苏陶清丽可人天真烂漫 吸引了大批粉丝 这也象征着李兰迪重视进入娱乐圈业界内外的视线 就这样 一部又一部作品的播出 从你好 旧时光到梦回大清 从星落宁城堂到一路朝阳 李兰迪呈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 无论是校园剧还是都市剧 穿越剧还是仙侠剧 李兰迪都能消化得很好 时间来到2024年 转眼间李兰迪已经出道15年了 按理说他已经是娱乐圈的大前辈 可谁能想到他今年才当满25岁 还是一位事业上升期的青年演员小花旦呢 演技迪不过身材之争 李兰迪的演技有目共睹 可是念于风气之下 网友们对他演技的讨论远不敌津津乐道于他的身材 李兰迪是个圆圆的肉脸 身材比异相对来说也不够好 可能现实生活中看还好 但一上镜 身材问题就会放大很多倍 在梦回大清时期 他壮硕的身材就被网友批评得很惨 也一度因为男演员抱不动他而被嘲笑 一场脱下外衣打板子的戏 他趴在板凳上的造型 还被戏却成像一只四肢都圆滚滚的乌龟 星末宁城堂冠宣时 他跟田兮薇闹得沸沸扬扬的幻觉之争 身材问题也成为了双方粉丝对现实 对方粉丝的扎心之语 好在李兰迪演技是真的很好 片方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他 每当有剧播出演技上的好评会压过黑粉的嘲讽 李兰迪的路人员也维持得不错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参加《我就是演员》时 他复刻了一场电影《金灵十三拆》中的片段 极强的代入感给观众的共鸣非常强烈 那的片段十分出圈 其他导师在采访中提到的 关于李兰迪上台前独自蹲着酝酿情绪的言语 也给李兰迪增加了不少路人粉 然而李兰迪的身材之争始终是埋藏在粉丝心中的一颗引擂 时不时的会在网络上引爆一番热议 对于这个问题 李兰迪的团队似乎也没有找到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 只能任由舆论的风波时而兴起 目前流水迢迢正在热播 李兰迪与男主角人加伦的同框照片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 一些不友好的声音指出 李兰迪在画面中看起来比男主角还要壮实 这样的评论无疑给李兰迪的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样的舆论 团队那边只是采取了常规操作 买了几个不痛不痒的热搜 试图转移话题 但效果并不显著 粉丝们对此表示不满 他们建议团队去向赵露斯和于舒新的造型师那里取取金 毕竟在娱乐圈中 身材比例不佳的明星并不少见 但为何别人的时尚感就能强出许多 赵露斯和于舒新的造型师常受到好评 他们的穿搭总能巧妙地突出自身的优势 规避不足 这一点正是李兰迪团队所需要学习的 即便无法达到赵露斯和于舒新的水准 粉丝们认为 至少可以对标一下谭松运的造型 谭松运同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身材比例 但他的造型却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时尚感十足 粉丝们希望李兰迪的团队能够更加用心 为李兰迪打造出更适合他的形象 让他在镜头前更加自信 也更加光彩照人 在这个注重形象的时代 明星的每一次亮相都可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兰迪的团队需要更加敏锐地捕捉时尚趋势 更好地理解李兰迪的个人特色 从而帮助他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展现出他独特的魅力 最重要的是 李兰迪并不是放任不做身材管理的人 就像宁静说赵晴一样 无论受到多少斤 一张远远脸就是吃亏 团队的热搜反而陷入了自证陷阱 哪怕受到六十斤也只会被人抓心的角度黑罢了 说实在的 无论身材怎样 李兰迪从头到尾也没立过时尚人设 走过高端路线 距离见真章就晚了 流水迢迢地播出 虽然并未掀起预期的热度浪潮 但对于李兰迪这种不播剧 就显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演员来说 哪怕只是因为身材被讨论 或许也足够让他的粉丝们感到一丝欣慰 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却竞争激烈的地方 任何一点关注都可能是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拥有精湛演技的演员 他们默默耕耘多年 却是中卫能真正大红大子 李兰迪正是这样的存在 他的演技在同辈中堪称佼佼者 却总是与爆红的机会擦肩而过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充满诚意 却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点运气 尽管如此 李兰迪并未放弃 他依然坚守在演员的道路上 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 手握多部带波具的他 就像是一颗潜伏的珍珠 等待着被发现的那一刻 他的努力和坚持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粉丝们和业界人士都希望 有朝一日 李兰迪能够凭借某一部作品一炮而红 成为真正的爆款小花 他的才华和努力 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 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李兰迪的名字将会成为娱乐圈的焦点 他的演技将会得到应有的赞誉和回报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 李兰迪的故事还在继续 他的每一次尝试 每一次进步 都是向观众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当李兰迪的名字如同他的演技一样 一以生辉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他就会谈不动的 立志的余乐圈